第三个方法去煮蕃茄蛋 就是蕃茄蒸蛋 材料要一只蕃茄,两只蛋 盐,麻油和豉油 将蕃茄切成小粒 将蕃茄放入碟子 碟子是用来蒸的 两只蛋入凉杯 然后加1茶匙的盐 搅拌均匀 蛋后看蛋液去到哪个位置 去到4盎司 大约半杯 我们就会加半杯的水 由于蕃茄会有水分 所以鸡蛋的水就不需要加太多 1比1就够了 加了水之后 分量就去到8盎司 大概一杯 准备 用蒸架放水 将水煮滚 将蕃茄放在蒸架上 放了蕃茄在蒸架上之后 用隔签 来倒些蛋浆 放入碟子 放入碟子 这样可以隔走泡泡 蛋就会滑很多 盖上盖 用中大火 蒸1分钟 1分钟后 关火 烤10分钟 看看 你塞外面 放入螋子 beloved 将鸡蛋拿到了 放入algam 入鱼和吧 这就是 Spain 放入香水 切叹板 吃aval 這碟是番茄蒸蛋